孝心之旅是一部温馨亲情片 还是一部世纪灾难片呢 前一阵子呢 我又跟儿子呢 到台南去玩了两天一夜 之前也不是有去过这个高雄吗 确实啊 以前小时候都是我们带他出去玩 这样慢慢的 儿子也大概二三十岁了 也懂得说带着爸爸妈妈出去走 可是玩回来之后呢 所有的同事都在问我说 老师啊 你跟儿子有没有吵架 有没有两个干起来 出去玩干嘛要干起来 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吗 网路上都流传着带爸妈出游 各种恐怖的故事 你听过吗 我真的没有听过你 很多网友都说 带过爸妈出去玩之后 每个几乎高喊了再也不敢试了 这其中到底有发生了什么问题 咱们今天来好好的聊一聊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想当一个孝顺的孩子 带父母出去出游吗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要带爸妈出游 老师建议你 你必须首先要懂得调整心态 明白到底这一次旅游的主角是谁 没错是你的爸爸妈妈 既然知道你的主角是爸妈妈妈 你就必须在这安排行程里面去思考 到底爸爸妈妈需要怎么样的旅行呢 以下老师提供五点 让你们做子女人来参考参考吧 首先第一 决定目的地和旅游的方式 首先要先想想看 你是要自助旅游 还是要跟团旅游 那很多人问我说 到底自助旅游好还是跟团好 我给各位这样的建议 有把握的可以自助旅游 但没有把握的建议就跟团吧 如果是自己规划行程 坦白说 如果规划的不好 当爸妈在怪下来的时候 你谁都散不掉 但如果是跟团 你就赖给导游吧 了解是吗 因为行程就是这样 如果是自己去安排自游行 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长辈都非常喜欢比较 跟他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同事同事 所有的周边的邻居都在做比较 譬如说去过一个国家 别人去过他也去过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只要是有长辈朋友去过的地方 你都不能安排得比人家更长 因为只要回来 一旦炫耀的时候 那糟糕了 你住五星的 我住三星的 你看这回来 心情就不好了 或者是听人家讲说多美好 然后去了这状况不一样 是不是吵架就开始了 第二个 出门前的行程安排 行程安排 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自由行来说 有一些热门的景点 跟冷门景点的选择 你必须要有一些考量 第一个 这样的一个旅游 不是跟父母亲是重点吗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 爸爸妈妈的年纪 要考虑到他们的体力 如果爸爸妈妈都是已经六七十岁了 你就老是安排提示你 你说他好玩 那肯定不好玩 你出去他不是脸色都很臭吗 早了半天都很在玩 都不是他在玩 既然主角是爸妈 我们尽量安排这些景点 是父母亲体力能够考量的 那在安排的过程当中 也要记得两点 第一个 不要太松 第二个 不要太紧 比如说你给爸妈 安排到一个饭店里面 就待一天 那我们年轻都可以去游游泳 享受一下附近的那些 健身房怎么样的 你要知道老人家 可能六点就起床了 甚至五点半就起来了 吃完早餐之后就觉得 怎么还不带我出去 那每天躲在房间里面 那有什么意思呢 可能就有很多抱怨 这就是吵架的开始 那另外也不能排太紧 哇塞 这个行程接下一个行程 这个行程接下一个行程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父母亲的体力 也没有办法负荷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抱怨 你一定要记得 有一些巴勒景点 是一定要排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必去的地方嘛 比如说巴黎 你不如去铁塔 去那干嘛 你要去到北京 你就要去到万里长城嘛 所以这几个景点 是一定去的 因为到时候你爸妈 回来跟人家吹牛的时候 人家一听 你既然去北京 没有去天安门 那不是被人家笑死了吗 就这个概念一定要记得 所以有一些巴勒的景点必去 但是如何能够 选择同中求应 我认为这个比例 你可以分为七跟三 何谓七三比例 就是70% 都是去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 而30%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问你的父母亲 他们有没有什么兴趣 有没有什么喜欢 有没有来之前 有没有听过 你想要去的地方 可能这些地方 跟别人就不一样 那种感受 感觉到又有玩到大家玩的 又有自己私下的行程 我相信就会安排很好 第三 旅行中的注意事项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其实有时候跟爸妈出去玩 为什么经常会争吵 当父母亲的 在他内心深处 都有那个小小的剧场 这个小小剧场就想什么呢 你以前小时候我带你出去玩 你想怎么用都没关系 反正钱是我出的 现在你要带我出去玩 现在赚钱都不容易 所以他有时候怕你花钱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都是想很多 所以你跟他讲说买这个不用 你跟他讲买这个不用 心里很喜欢 但是你又不敢 所以当爸妈的这种小剧场 你要能清楚的了解 只要你问他问题 他都跟你讲随便都可以 各位 这就糟了 就是爸妈不愿意讲 不愿意太多的参与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 跟爸妈出去玩的时候 注意到这些细节 老师在那边提醒各位 几个贴心的小细节 如果带爸妈出去玩 要买东西给爸妈 或者是要买门票 不管要买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点 尽量别让爸妈看到价格 老人家嘛 舍不得你花钱嘛 看到贵的他就舍不得 他就跟你讲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我不想去 都是这样 你就觉得很气啊 我就带你出来玩 你这又不要那又不要 在饭店你又觉得太无聊 那你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要了解 爸爸妈妈的小剧场 只要他讲随便 讲可以 那我告诉你 随便你都可以 那这样子 他可能都有点舍不得 那第二个 如果不小心给他 看他价格怎么办 你说爸妈没关系 这有打值 因为我们有提早订 你看这一千块都打三折 所以只要三百而已 你也让他好一点台阶下 他觉得说 哇一千块三折 那不去白不去 那么便宜 所以这一点 也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 如果你觉得价钱很贵 又没打折 爸妈一看 那么贵 那我不去了 你要跟他这样讲 这个餐厅是我一直很想去 我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我这一个就在规划给自己 那不然你这样 你陪我去 这是不是台阶下好一点 所以不是专门给爸妈的 而是爸妈陪你去 这样的一个角度 它就不一样 再来因为我们都知道 爸妈是不是年纪大了 一般我们的膀胱都不是太好 憋尿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在任何的景点 上厕所这件事 都要不厌其烦地提醒爸妈 在上车之前 都请爸妈上上厕所 因为你要知道 有时候一个行程一拉 就拉很远 老人家有时候真的不能憋尿 所以一定要记得 上厕所这件事情 要不厌其烦地提醒 并且要父母亲 不管怎么样 上车之前排除一下 我们再来上车 那第五个 这一点也很重要 记得准时吃饭 爸妈呢 其实到这个年纪 她的生活都比较规律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几点睡觉 基本上一定 时间到了就得吃饭 所以你有时候 不要有行程阴拉 超过十二点 一点两点还不吃饭 你问爸妈说会不会饿 你认为爸妈怎么说 不会了 不会了 还好 那个脸都快垮下来 所以不管怎么样 行程不管怎么延期 注意的 让爸妈吃饱饭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个 打卡是必要的 现在的爸妈其实都不是太老 FB什么其实都会有 有时候自己转发一下 你看现在很多吃东西 都是人先吃还是手机先吃 都是手机先吃 吃完之后然后就上传 其实就是炫耀 有些事情爸妈不说 但是她希望能做 吃一顿好吃的东西 记得帮他们拍照 一则可以留下美好的画面 二则可以留下美好的记忆 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第二个 跟他们一起拍照 你也想想看 父母亲也很想跟你一起照相 一起共同留下美好的回忆 不要给他感觉到 不要不要不要 我才不跟你们照相 那种感觉 它不是在一起的感觉 第三点 如果帮他们拍完照 在你手机里面 你可以传给你的爸妈 顺便帮他手机拿来 帮他打卡 让他们秀一下 你信不信 你爸妈呢 知道你要带他出来玩 一定是四处宣告 我儿子要带我去哪里玩 我女儿带我去哪里玩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所有人也在期待 你们打卡的过程 每一张的打卡 每一次的这个秀一下 你爸爸妈妈 都会给人家按赞 那种感觉都很棒 这不是他心里很开心的事 所以你让他这个一个行程里面 都会一直开开心心的 那万一带爸妈出去 真的爸妈生气 又吵起来怎么办 那网络上很多的网民都说 不要想着什么万一 爸妈出门一起旅游 是一定会生气 没有万一 爸妈有时候呢 其实说真的会脱续 听过人家在讲 他们去日本泡汤嘛 那日本泡汤不是公共池吗 然后呢 妈妈只要看到人家说 哇 这日本女生 很漂亮哦 皮肤很好哦 看她在用沐浴乳 直接就跑到人家前面去说 你这沐浴乳是什么 那把人家吓死 全身脱瓜瓜 突然跑过来 爸妈因为有时候不了解 很多的一些游戏规则也好 甚至她在那个年纪也没有遇过 所以你会觉得 她有些事情有点脱续 甚至有时候会让你 有点没有面 可是想想看嘛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太急 也不要立刻指责她 因为你如果忽然间对她很凶 那你爸妈一定觉得 我就不懂嘛 你就不要带我出来嘛 肯定是更小 这一趟旅行 我们真正的目的 不就是要让爸妈开心吗 既然要让她开心 顺着她就好了 所以以上五点 是老师提醒 作为一个子女们 你们在安排一个 跟爸妈出去行程里面 非常注意的一些事项 各位一定要学起来 另外老师在这边 也特别提醒 身为爸爸妈妈我们 也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以下两点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 千万要切记 才不会破坏 这一趟旅行的美好回忆 第一个出游前 长辈需做好心理建设 去玩之前 要怎么样做一个心理建设呢 首先第一个 你一定要记得 当我们这次的旅游 在出去之前 你要包容所有的突发状况 以及任何的不完美 没有一个行程是完美的 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 千万切记 深呼吸 不要生气 只要你能够把你带出来玩 已经是很孝顺 你就想着这些好的就好了 千万不要一点点就发飙 就生气 第二个 忘记你长辈的身份 出去玩嘛 谁在安排 是儿子女儿在安排 就听儿子女儿的就好了 每次出去 你有这么多意见 一来到这 这以前来过的 一来到这以前 就怎样 那又怎样 你这么多的指导 人家听了也不是很开心 第三个 出来玩 不要太在乎金钱 一出去玩 这也不敢花 那也不敢花 就为了省钱 对门票也不买 咖啡厅也不愿进去 下车尿尿 尿完之后就上车 那多无聊嘛 所以只要出去玩 坦白说 不用太在乎金钱 那尤其是小朋友 花了钱 只要不是我们跟他要 他愿意去帮我们花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预算嘛 他也不省 所以呢 也不要太在乎 也不要太省钱 这都会让整个 玩的过程当中不愉快 第四个 最重要 闭上嘴巴 不要一直碎碎腻 不要一直抱怨 不要去到每个景点 这又不行 那又不好 没有好玩的地方 只有好玩的人 什么叫好玩的人 每天哇哇哇哇 都觉得太棒了 那不是很棒吗 最后一个 要无时无刻的赞美 才是最好的解药 小朋友们带着我们出去玩 要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无时无刻的赞美 都是最好的解药 就像我刚刚提的 都是哇 如果坐高铁 哇 如果开车就哇 如果塞车太棒了 我们还可以在里面 好好聊一聊 所有的东西 你不要想坏的都想好的 永远不断地赞美 哎呀 今天带我这个行程多棒 哇 我昨天吃那东西多好吃 这不是很开心的事吗 对于子女们来讲 这也不是一个最棒的称赞吗 如果你一直想要她 不断地带你出去玩 我觉得 这倒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第二个 自家人 他们就不要爱面子了 读万怨书 不如行万怜 有时候小朋友们 带我们去一些 比较新奇的地方 各位妾子 不懂就问 就当做学习嘛 这个我不知道 你们跟他讲一下 不要不懂 什么都不敢做 那也不好 你变得那么拘谨 小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不会就问 你可以把它当做 是一种学习之旅 所以你每天就 哇哇哇哇 好多东西 我都没有尝试过 是不是很开心 所以你用学习的心态出去 这点重要 第二个 怎么样自家人不爱面子呢 也就是喜欢跟不喜欢 都可以沟通 昨天我们去吃那个西餐 我觉得那个很深冷 像那牛排 都没有熟 我想说今天可不可以吃热一点 你可以沟通啊 那你的儿子就明天 导宝给你安排火锅了 你不要什么都不讲 三天五天玩回来之后 然后就跟亲朋好抱怨 那你儿子回来肯定不爽的嘛 你又不讲 我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 不是不用钱 都是用钱去安排的 他以为你喜欢嘛 所以我认为喜欢跟不喜欢 都可以沟通 我喜欢什么我就说 我不喜欢什么也可以说 用沟通的方式再说 第三个 身体的状况要说明 年纪大了身体是谁的 是自己的嘛 你身体状况如何要讲 譬如说昨天的行人安排得太紧 走了你脚都没力了 要说啊 譬如说有些路真的走得太累了 年轻人体力好啊 我们体力不行啊 你要开口说啊 你不说人家怎么会知道 你走得脸色铁青的 谁知道你到底怎样 腿又累得要死 心情又不好得要死 那这出去玩不是很累吗 所以自家人真的不必爱面子 身体的状况要直接说明 最后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回归给子女一些鼓励跟肯定 好的就要告诉她 哇昨天那个好棒啊 昨天那个景点 真的我很喜欢 那些照片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一次怎么能不能来一个很棒 哪里很棒 哪里很棒 就不断的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些回馈 我相信当这些子女 得到的这些肯定 相信他们更希望 经常带父母亲出一出一 所以以上呢 这也是给我们这些 当父母的朋友们 两点重要的提醒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五点提醒这些小朋友们 你们如何安排行程 注意细节 还有两点呢也是告诉这些爸妈们 我们今天如何的自我做一些调试 相信按照这老师的这个总共七点 去做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做得非常开心 珍惜一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 留下美好快乐出游的回忆 这才是真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要告诉大家的 今天的影片各位还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会吵架的原因呢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吵架的方式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有带你妈去玩我 不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单独这样 单独有点恐怖 哈哈